天主教之朝圣 基督徒朝圣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年代 罗马帝国君是坦丁大帝的母亲 圣凯伦娜 可以称得上为朝圣的先驱 圣凯伦娜在公元三百三十年 从罗马远赴耶路撒冷 去寻找耶稣的足跡 以及寻找钉死耶稣的十字圣目 这个旅程 可以说开创了人类首个朝圣的行动 历代不少的基督徒 甚至很多的圣人圣女 都期望能够亲临耶路撒冷 或者期望在耶路撒冷生活 让自己能亲身踏足 耶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很能亲身去体验耶稣所过的生活 随着教会的发展 不少的信友 也都会去一些和圣人有关的地方朝圣 例如韩国的切头山 以及日本长期的殉部地等等 那么究竟朝圣 有什么的意义呢 其实 朝圣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 朝向天阔的旅程 基督徒 透过寻找基督的足迹 与主相遇 使到信仰能够得到更新 让生命更为丰盈 朝圣 不是一般的旅游观光 或者是欣赏风景 而是一个沉默灵性生命的过程 是一个宗教 一个灵性生活的旅程 基督徒相信 现世的生命 只是一位旅客 是旅途中的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每一日 正是与整个的教会全体 在基督之内 彼此攜手 走向圆满的救恩境界 于是 朝圣旅程 不论是本地 或者是海外的朝圣之旅 就成为了我们生命旅程之中 重要的环节 当我们亲临朝圣之地的时候 我们就更容易去体验到基督 以及教会的临在 我们就更容易去接近基督 以及当地的圣人圣女 因着 诸圣相通宫 而让我们经验到团体的共用 所以 朝圣者最大的得益 并不是疾病得到传愈 而是心灵的转化 以及与主相遇的灵性经验 教宗方济各 在慈悲特殊欺廉笑书之中 鼓励我们去朝圣 鼓励我们跨过圣门 沉获力量 去拥抱天主的慈悲 并且要奉献自己 以慈悲去代人 正如天父 慈悲地看顾我们一样 而作为朝圣者 我们应该坏着 什么的心态 以及应该怎样 去准备朝圣呢 在中古的时代 西方的国与国之间 不时都会有战争 所以朝圣 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旅程 当时的朝圣者 都会在出发之前 先行将财产分配妥当 以及将家人安顿好 更加会在神父 或者在主教的面前 宣发誓言 他们的朝圣旅程 才可以正式开始 而在朝圣路上 同行者会一同热切祈祷 唱圣泳 交流心得 以及分享感受等等 一来 可以减轻旅程的痛苦 而且 每当遇到困难 或者是挑战的时候 同行者 更加互相帮助 以及互相扶持 而整个朝圣旅程 则可以分为 启程前 旅途中 以及朝圣后 三个阶段 朝圣旅程 在启程之前 朝圣者 要放下世俗的事务 准备心神 将一切 交托于天主的手里 在朝圣旅程中 在朝圣旅途之中 朝圣者 要重温个人归依的信仰力情 要反省自己 与主 与人 与大地的关系 更加要 重新看清楚 生命的意义 以及生命的方向 当朝圣完成之后 朝圣者 更加应该 怀着一火 暂身的心 重新 去投入生活 以新的眼光 去审视 度势 并重新 离定对 事物的价值观 因而 令到自己 能够在生活上 和处事态度上面 都能够有所转变 当朝圣完成之后 朝圣者 与主的关系 应该变得更深 更密切 而且非常热切 与人分享 朝圣的经历 去履行福全的使命 所谓 一日朝圣 终身朝圣 朝圣者 要每日 在世俗的生活之中 不断 以朝圣的精神 向前迈进 直至 到达永远 与主结合的 圆满生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